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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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真费劲 老大 但是真舒服啊 我跟你说 就是水榻呀 配合水的柔软 加上丝绸的味润 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指的 矿石之作 我跟你说 老大 你和大嫂以后睡在这张床上 夫妻生活一定特别的核心 最近几日容儿操练辛苦了 我特意在这水榻之中 加了众多药材 不仅能够有助于她睡眠 而且能够舒筋活血 老大就是老大 讲究 老大 这水桩里面都是水 万一你和大嫂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小心弄破了 可怎么办 三弟 你是不是傻 老大亲手做的窗 能是随随便便就弄破的吗 咱俩大厂弄破了吗 是不是 说谁 这是什么 肯定是老大准备的情书啊 动动脑子行不行 三弟 不是我准备的 秦阳城 三年不见别来无恙 今日老娘便会来岛上情人 提前做好成为 压倒父亲的准备吧 赤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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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进来的呀 不不不 老大 这疯婆娘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咱这事千万不能让大嫂知道 你们三个躲在房间里干嘛呢 秦阳城 大嫂 你们三个在这里干嘛呢 嗨 三弟给大嫂准备了个礼物 老大帮着看看 走了 再见 秦阳城 容儿不是在教场练兵吗 怎么突然过来了 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 顺便送你个小礼物 这个是 我知道你最近肯定忙着筹备婚礼 所以休息不好 我就特制了一个可以安神的香囊 娘子费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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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不出老大所料 什么求婚汉哪 就是冲着宝藏来的 给我全部拿下 投降行不行 算你们识下啊 老大 大雨哥被打晕了 到处夫人出事了 看着她们 啊 啊 嗯 啊 啊 赤虹 三年不见 想不到海盗王的体魄 还是如此动人 容儿呢 你放心 我将这位花蓉小姐 关在牢里 好吃好喝伺候着 只要你乖乖听话 她不会有事的 你想如何 两姓联英 一堂帝约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偏不让花蓉 与你一起 给我修了她 绝无可能 那便是让我亲自动手了 快 从现在开始 你与花蓉就两清了 从此以后 你的人 你的心 都是我的 她会牢牢地将你拴在我身边 好心提醒你一句 如果你应该毁了她 花蓉便会陪葬 我就喜欢你这种硬汉精神 像一只桀骜不驯的雄鹰 让人忍不住想要驯服 如果你的 能与你成亲的人只有我 我会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完美婚礼 哼 秦尚诚 秦尚诚 你怎么知道是我啊 这独一无二的触感 为夫还怎会不知 你 不过为夫还是得夸一夸你 戎儿送我的香囊里的绿草 本是无毒的 但混上鞠口 那便是极强的弥药 这是唐楚蝶曾用过的蝶香下毒法 戎儿仅见识过一次 便能活学活用 不愧是女侠之官 那你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揭穿我呢 只要是戎儿想做的 为夫都会全力配合你 戎儿不就是想抱上次为夫 抢取你之仇吗 为夫满足你也是 那你干吗又突然返回啊 可这毕竟是我秦尚诚此生 最重要的时刻 我还是想跟戎儿 坦诚相难 堂堂正正地 拜堂成亲 那我就随了你的心愿 都出来吧 恭喜小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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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老大 恭喜大老大 恭喜秦大哥 恭喜秦大哥 秦大勇 你们倒是长本事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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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 秦尚愁不怪他们 是我迷运你之后才让他们配合我的 还有三天就是我逃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上次的婚礼对于他来说是个遗憾 所以这次我要给他一个永生难忘的完美婚礼 加油 加油 绊他 绊他 这么大阵仗 蓉儿并非三日前才开始准备吧 我确实早有一谋 我的娘亲和他的族人信奉大海 这可是娇人族独有的婚礼 所以呢 如果我们按照世代相成的习俗完成的话 就会得到海神的庇佑 秦尚愁 你生于海 长于海 那我就化身为娇人 随时伴你左右 这样无论以后我们遇到什么磨难 漂不到何方就都能找到彼此了 得其若你 夫复何求 恭喜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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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那个新郎新娘就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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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емь 你那些单纯的爱意 不知不觉深深陷入你深邃目光 忘记世界陪你去流浪 你到底给我陪了一个什么要放 不是默定的高光 喜欢你坏坏表情耳畔轻强你那声音 那些分散的声音终活了我的心 喜欢你坏坏表情明亮眼眸还效益 你那些单纯的爱意 童心卷珠莲加藕添成珠莲碧鹅 来 恭喜金牢新鸟正式备逃 一拜天地 好 好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好 来 礼宾 来 礼宾 新郎亲吻新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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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o 奉天承运皇帝赵曰 今有花满天大将军嫡女花戎 温良敦后品貌出众 执天储南荒两国签订和平条约之喜 特交花戎赐婚于南荒穆王府世子端穆白 故两国盟曰 资氏体大 命花戎写偶得前朝宝藏为嫁妆 两日后启程前往南荒完婚亲死 王叔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端木秦苍提出的退兵和谈条件 将军虽极力反对 但胜伤 将军也是圣命难为啊 华容 还不赶快接旨 凭什么让我们大嫂嫁给什么狗屁世子啊 还要搭上我们老大和大嫂的宝藏 疯了吧 大胆 竟敢在圣旨前出言不许 华容 你敢抗旨 来人 叫人给我拿下 法浪 法浪 这是我的地盘 你要叫 那叫来的就是我的人 这里是我娘子的花容岛 并不属于天楚 别说你就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奴子 今天就是天楚皇帝亲自来 也没人能阻止我跟容儿的婚礼 你 张贤 在 把于公公他们带下去 好 你干什么 走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走 你放开我 至于你 王叔 我看在岳父大人的面子上 给你安排一间上坊 打游 王叔 请帮王叔 老大威武 蓉儿 别担心 我自有应对办法 这个天底下 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 能阻止我秦上城 能娶你花容为妻 那既然现在已经里程了 那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可以进入 洞房花烛环节了 有你什么事 快 我们的婚房好像在那边吧 那你看那边 这是 萤火虫 在教人族的传说当中 萤火虫的光芒 是海洋给予的祝福 所以 如果我们能在婚礼当日 收获这片星光的话 那我们以后的婚后生活 就会璀璨绚烂 精彩无敌 娘子有心了 你先把我送你的香囊打开 这新婚之夜 娘子迷晕为夫 岂不寂寞 口不嘴 你快打开 来 这世间多少风吹不散 未切的心事再没完 两性联姻 一堂地缘 良缘永结 匹配同称 红叶之盟 白头之势 书相红尖 素年锦时 永结联酬 共蒙冤蝶 今已此证 原来容儿白日撕了那婚书 为的是这个 当然了 比花蓉非本花蓉 我哪知道那个花蓉 是哪个女要求 你还宝贝似的 留着那封婚书 我当然要回来的 混得好 请上筹 这次我花蓉 是心甘情愿的嫁给你 签了这纸婚书 我们以后 就正式结尾夫妻了 历尽是悲缺悲难 相守生死到无憾 相有灵犀 情所愿 愿成伴 此生年年长相见 是爱欣喜啊 你提前想好的 我还用想吗 你的名字 一直都记在我的心里 你 荧光为正 天地为诗 我秦上成对花蓉 不离不弃 直至永远 对了 娘子 说起来 你是不是还欠我一份 新婚大礼 我这份新婚大礼还不够啊 既然娘子没有准备的话 那拿一辈子来罚 走了 等一下 我准备的婚房在那边 走 走 这是 水榻 福君送给我的礼物 我自然不能枉费啊 荣儿这个娇美人 也与这个水榻堪称绝配 为夫便好生品尝一番 这份大礼 你等一下 你看 这对交人玉佩呢 是我娘亲留给我的 她跟我说 要日后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 如今我把这一半交给了你 娘亲的在天之灵 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原来这是岳母大人 亲此的定情之物 我只能好好珍惜 我也绝对不会辜负她的宝贝女儿 不过此番良辰美景 我们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谢谢 秦阳正 你干吗 我在小容儿害羞了 大早上起来我还没有熟悉打扮呢 这衣冠不准的样子 尝何听到 蓉儿 你根本不用在乎那些繁文入截 别说在花容岛你想干吗就干吗 就算在天楚乃至整个天下 蓉儿都不必竖着自己的性子 蓉儿想要的 蓉儿想做的 那便是规矩 那便是体统 再说了 我就是喜欢看蓉儿衣冠不准的样子 蓉儿 你不是应该去练武吗 这都几更天了 也还不起床 春宵苦短 日高极 从此君王不造成 讨厌 你这是在干什么 在爱人手中画个圆圈 从此把你牢牢抓在手心里 秦尚成 对了 于公公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自然是哪儿来的送回哪儿去啊 可是我们毕竟是在违抗圣旨 我还是害怕 蓉儿 你就别担心了 我一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但是这个事情它毕竟是 蓉儿 乖 你先去梳妆打扮 我给你做早膳 乖 秦尚成 走 刀主夫人 刀主说了 不让进 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让开 王叔 蓉儿 你总算来了 昨天和亲之事 看你欲言又止 是否还有所隐瞒 其实与南荒之战 我方一直处于劣势 若不休战的话 天鹿城被攻破 乃早晚之事 可是南荒不是因为 粮草不济才提出和谈的吗 将军推测 南荒之所以同意议和 是因为 南荒皇帝担心敌军主帅 段牧秦苍 功高震重 如今准富马聂宇 在南荒被俘 圣上本想借和谈之计 提出两国交换质子 而交换之人 正是段牧秦苍独子 段牧白 可谁料 段牧秦苍胃口极大 除了交换质子之外 他还要求两国和亲 协前朝宝藏 可是如今前上城 已经把圣旨毁掉 是否还有回旋的余地 有 但必须要速战速权 和亲使团 今日便可抵达此道 小花将军不好了 什么事 要和你和亲的南荒世子来了 可 gosto illes 秦兄果然名不虚传 段牧兄也让秦某有些意外 先礼后兵 若是秦兄执役阻拦 本世子 便不会在手下留情吧 段牧兄别忘了 这是我的地盘 你是智子还是世子 我说了算 好啊 来试试 住手 误会 误会 见过世子 只因老奴殷氏当个 怠慢了世子 还望世子见谅 这位便是磁岛的岛主 秦尚成 这位自是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小姐 莫非便是花满天将军之女 花蓉 对啊 正好大家都来了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便是秦某的 姑姑 新郎便侄儿 新娘便姑姑 那我也跟世子介绍一下 没错 我就是花满天将军之女花蓉 这位是我的 是我的苑方侄儿 自有跟我爹习武呀 因为武功高强 所以就被安排在了 我这个姑姑身边做侍卫 随身保护我 想不到我们的小花将军和秦岛主 竟有这般渊源 是乃缘分啊 那老奴来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便是南荒世子端木白 秦岛主和端木世子 您二位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误会一场 误会一场 如此说来 日后我便是秦兄的姑父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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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行 来了 世子周车劳顿 还不赶紧带他去歇歇 如此甚好 那还请世子早些歇歇 使团明日便可启程出发 前往南荒了 老奴便不陪世子了 世子 请报 老奴先行告辞 请 请 亲 妈 出事 临走前我有两个事情要交代你们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第一条 和亲使团必须由我全权负责 以确保荣儿一路周全 第二条 前朝宝藏本应该分发给百姓 但现如今变成了和亲嫁妆 那么 朝廷需要发放给百姓同等数额的银两 进行补助 并免去一年赋税 还有 要看我们老大自己的船 我们老大不爱做你们的官船 又小又憋屈 听见了吗 是 是 官方文书和通关文碟 我已备好了 老大 没问题 虽然说这次回去是逆风暗流涌动 巨浪滔天 一不小心就可能钓到海里喂鲨鱼 不过 按照我们老大给的这份航海徒走 一定能帮助于公公顺利回到天厨 多谢 请刀主相助 老奴先行告辞了 夫君 你别不高兴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走 来嘛 来 怎么样秦晓成 这儿的夕阳好看吗 秦上朝 你还在生气啊 你放心吧 我才不嫁给那个什么狗屁狮子段木白呢 况且他的目的也不是我呀 南荒说了 要求和亲的嫁妆是前朝宝藏 那就说明他们的目的是宝藏 你才是我的夫君呢 我的夫君呢 是雄巨翼方的海盗王 而且是天下女子都仰慕的云鹤大侠 我怎么舍得不要你呢 那好吧 那你就尽管生气好了 我就在你的手心里画心心 这样你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为何先斩后座 我本来是想跟你商量的 但是今天早上你也没给我机会啊 我说过 我一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让你相信我 你为何不听 尽早我从王叔那儿才知道 前方战事危机 所以如果这次和谈失败的话 天鹿城被攻下只是时间问题 我是喜欢冒险 喜欢行侠仗义 但不代表我喜欢战争 现在有一个方法 既不用战争 也能让两国维持和平 所以我想尽力一试 可你答应和亲的那一刻起 我们的婚事必将对世人隐瞒 如果说你是因为 我说你是我侄儿 你才生气的话 那我给你道歉 但是我知道你是懂我的 你是理解我的 所以我们暂时放下面子和儿女情长 可以吗 我秦尚成在你眼里 就是一个只在乎面子 指挥儿女情长的莽夫吗 不是啊 秦尚成 秦尚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一定是相信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 undenku 你有意义 没有意义 我行吗 你不要意义 有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心上 不放自首 我送你这个 这是什么呀 零的 以后只要你要想它 我便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 真的 那我们试试 这个好 好棒啊你 你 秦上朝 不是说好我110 当你就出现了 骗子 心中也说不出 万语千言 那半月光 都过窗 照在心上 像旋月 不圆满 像旋月 缺了一半 你在何方 太匆忙 太张扬 冰月生霜 夜未央 几场光 月影像 轻弱寒暄 你在心上 无法 孤房 自首 各位几个清拿清放啊 这些多都挺贵重的 前朝宝藏 前朝宝藏 珍珠 干什么呢 这可是和亲家长 我奉劝你 最好给我打起精神来 妥善安置 另外 切勿做这种坚守自道之事 到南荒之后 我家世子会派人亲自清点 若是发现少了其中任何遗案 影响了两国和亲大计 你可担待不起 你有病吧 这是我们家 这宝藏也是我们的 我犯得着坚守自道吗 你能不能搞清楚 现在使团谁说了算 我 世子放心 这些宝藏 都是属于世子的 这一路上 我定会帮世子保管妥当 那就多谢秦兄了 走 老大 这是什么战术这是 有些人的狐狸尾巴 就快露出来了 抓紧时间 一个时辰之后上船 好嘞 来 慢点啊 小灰 小灰 谢谢你来送我 我会舍不得你的 这秦大哥也是 新婚第二晚 就让容姐姐独守空房 所以说嘛 我的婚前焦虑都是有迹可循的 男人全都是这 容姐姐 你也别太担心了 秦大哥对你疼爱有加 我猜呀 他肯定是放不下面子 所以才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可是我觉得不像啊 我觉得他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他以前从来没有过彻夜不归的情况 这新婚一二就开始冷战 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容姐姐 其实呢 这婚后的生活 也是需要经营的 尤其是 刚刚变成丈夫的男人 是需要那么一点点被驯服的 怎么驯服 玉夫三十六戒 这个呀 可是近年来婚后女子 最喜欢的毒本 可抢手了 我可是花了不少银子 才找人买到的 真的啊 小灰没办法陪容姐姐一起去南荒了 就让她代替小灰 给容姐姐一路上排油解惑吧 小灰你真好 我不明白了 容姐姐 这秦大哥都准备婚礼了 你又为何悄咪咪地 把我们叫过来商量啊 你看啊 上次明州之行呢 我先是误会他对我感情倦怠了 后来又因为恐惧生子 让他多次退让 所以这次我想把这一切弥补回来 再有五天 就是我逃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所以 我知道上次的婚礼 也在她心中成了一个遗憾 这次我就想给她一个完美的婚礼 那我明白了 不如小花将军再逃婚一次 怎么样 这是岛主 这是小花将军 先逃婚 然后在重要的时刻 从天而降 配以鲜花绸缎 锣鼓喧天 这硕大的惊喜 定能扫除岛主心中的疑虑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怕秦商城不仅不会以毒攻毒 反而毒上加毒 更加无可救药了 不行不行 小慧 你说 要我说呢 不如就你二人 找一个无人的浪漫山野 天地为盟 山海为市 携手此生 终生不换 我就知道小慧 你和张显的婚礼流程我倒着都能背出来了 这次我要和秦商城玩个不一样的 所有都不行 容姐姐 你自己觉得呢 我要是能想出来我干嘛还问你们呀 秦商城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秦商城 云鹤秦归何家尚未见分晓 三年约满 赤红玉横刀夺 有了 这次我们就玩个刺激 让他永生难忘 哈哈哈哈哈 谁站在铺唐前 洗揍着我的思念 激动的心 忽轻忽远 淡淡的眷恋 回忆如烟梦中线 深陷的另一边 有谁缠绵 那白月光 都过窗照在心上 伤圈月不圆满 夏天月缺了一半 你在何方 太匆忙 太张扬 冰月成熟 夜未央 起长光 月影长 晴落寒暂 你在心上 孤房自首 天与喜无情言 伴君归 迢迢路远 回忆翩翩 不声不见 绵绵的思念 随着漂浮的铺垫 心中也说不出 万语千言 那半夜光 都过窗 张在心上 像旋月不圆满 像旋月缺了一半 你在何方 太匆忙 太张扬 冰月成熟 夜未央 起长光 月影长 情若寒暂 你在心上 孤房自首 未央 在心上 自首 夜未央 在心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